第一個年的政府連就是要清連 那這個能呢就是要有效能 所以呢我們絕對是依法行政 用最快的行政效率來做所有的事情 那特別是現在的財政的狀況 所以我們更需要所謂的開源跟截流 那在這個區塊的話 我們有幾個案例 那像我們這個108、109 我們的警察局 他做了這個所謂的這個 影印記的一個採購案 以過去的花費 跟我們現在做一個資源整合的話 兩年省下來271萬元 那另外的話我們衛生局的部分 他把27個衛生所跟他的局處 做一個電化的一個節能 以及呢他的這個空調各方面的一個整合 那每年也省下了好幾十萬的 這個能源相關的一個費用 我想我們從這裡開始做取 那我們真的希望所有的公務人員 都是依法行政 那這個用最高的行政效率 對過我們的縣民來服務 我們希望有更多人願意來投資彰化 我們一起為彰化來拚經濟 我們觀眾跟民眾一起來泡別的行政 與场合計仰 我們所有的 каждый一個營業 當然還有不要忘記 晚餐 我們需要跟民眾要求 我們希望你們是在那邊 內心會跟民眾要求 我們要求